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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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显示 洪秀柱这次缴交80875份联署书 虽然比上次缴出的6万多份还多 但合格数却只有38407份 与上次的合格分数相距离不远 令人感到意外 可能的原因在于年纪较长的深蓝族群可能已经不知道自己已不再具有党权 因此查核小组过滤出许多不合格的联署书 如果真是如此 代表他未来竞选过程会十分辛苦 且不如外界先前研判具绝对优势 反观黄敏慧 首次争取党员联署就能够获得6万多份的成果十分不容易 而且合格数为37780份 只比洪秀柱差672份 等于他有效联署成功率超过一半 也代表他昔日的嘉义市执政及党务团队 以及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等本土派组织运作成功 有利于未来竞选铺陈 可以和洪秀柱相抗衡 甚至提高胜选的机会 依据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程序 3月12号公告选举人名册后随即进入竞选期 直到3月26号进行党员投票产生新主席 新主席任期为接续因败选负责请辞的前主席朱立伦未完任期 因此时间直到2017年8月国民党第20次选党代表大会为止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联系台北影博士 清零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今天我们在台北影博士要请到的是中国文化大学杨泰顺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世音大学温伟群教授 教授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洪秀柱和黄敏惠的党员联署说送来的时候呢 洪秀柱8万多份 黄敏惠6万多份 但最后被认定的有效份数都是3万多份 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从这一天的行程来看 我们也看到朱立伦的卸票行程似乎去哪里都带着黄敏惠 现在也有人说黄敏惠的这个后事啊 比洪秀柱要来的强一些 文化说你怎么看 目前讲起来还研制过早 目前如果你把四位有效的联署的人数加起来大概是11万多 那么以朱立伦上一次当选的时候得到的票是19万票 所以换句话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在那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目前为止 洪秀柱跟黄敏惠的论述都还相对非常模糊 黄敏惠的说法是主流跟非主流之争 洪秀柱的说法是中心思想最重要 这两个说法其实都还非常的模糊 要提出来说洪秀柱跟黄敏惠如果跟民进党不一样都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们两个都同意九二共事 可是你要说洪秀柱跟黄敏惠的政见差别在哪里 这个倒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因此就要说呢其中有一位呢 目前为止就是笃定当选呢 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点空间在 是所以目前您认为依然还是在焦灼的状态 前一阵子洪秀柱看起来是气势 声势认为胜选的这种几率都要比黄敏惠要来的高 所以杨教授您认为黄敏惠有逆转胜的可能吗 这刚刚温教授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了 那至于说黄敏惠有没有逆转胜的可能 我也认为说是言之过早 那现在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说黄敏惠的声势有上来 这个其实从竞选的这个选战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时候传出这样一个讯息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黄敏惠他的这个实力主要是分散在各个地方 那洪秀柱的这个支持群众 主要还是以这个黄复昕 这些公教人员的这个背景为主 所以所以洪秀柱的这个支持者 他的这个力量比较集中 也比较容易显现出来 那黄敏惠呢 在面对这样一个对手的情况之下 黄敏惠要鼓励他的支持者 能够积极的出来投票 他就必须要营造一个他有可能赢的 这样子的一种气氛出来 所以这时候他会去创造一些这种说法 就是说他这个绅士有上来的这种情况 不要让他的这个支持者 因为老是看到洪秀柱绅士在上涨 然后大家就慢慢就有点退却的这种想法 那这样对黄敏惠来讲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个选战操作 所传出来的一个观点 出了公民党要选这个党主席 时代力量党呢 最近也要全面的改选主席团 参选资格相当的宽松 只要是合格的党员 而且提出的政见和党一步冲突就能够参选 这意味着现任主席黄国昌可能一次要面对 两千多名党员的挑战 而且不到两年就有机会换一次党主席 民众到柜台搅钱填资料 报名加入了时代力量 这个动作竟然也意味着这位先生 获得了一张问鼎党主席的门票 这间办公室就是时代力量主席团的办公室 如果你也想来这边开会的话 只要你是认证过的合格党员都有机会 报名时间从二月底到三月初 哪怕只交过一年六百块的党费 也没担任过任何党职 只要是填过报名表 通过资格审核提出的理念又和党不冲突 想当党魁绝非不可能 这个嘛就看有需要 我只是支持而已 没有一定要参选我干嘛 党内重要干部除了七人主席团 还有八个常设委员会的召集人 七人主席团成员目前只有徐永明 表态转往委员会 由高露宇用地步参选 黄国车和林长佐仍会争取留在主席团 而洪慈庸决定缴组委员会的召集人 但一次得面对两千一百名党员的挑战 委员们毫不担心 有更多的人不管他是党的工作 委员会里面的工作 这些也很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踊跃的参与 我希望未来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有一些更专业的表现 那我也想要更知道说 我们所有的党员对一些政策 未来他的一些想法 如果没当上招委或是留任不成 都不用太担心 因为党规规定 选后三个月就会重新改选 要主席团为自己提名的名单负责 至于现任主席黄国昌 有没有机会连任 就看选出的七名主席团共事如何 除了改选党主席的话题 时代力量党在台立法机构和民进党团 交换委员会委员引爆的纷争 也是越演越烈 昨天时代力量党团的总招 徐永明表示说 他和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民已经缺乏互信了 呼吁民进党要调整协商代表 也就是说民进党你要换这个党团的总招 双方可以说是 2月22号 徐永明打给柯建民 想换交通内务 但民进党自己都不够要抽签 后来时代力量在媒体上放话 希望民进党离让 柯建民濒临撕破脸 我们看到昨天台立法机构的大戏 是大绿小绿这个两党的总招互呛 我发现台湾媒体也几乎是一边倒的 站在柯建民的这一边 认为徐永明做的似乎是太过分 杨教授你怎么看到徐永明的行为 我也认为他有点过分 因为他毕竟再怎么讲 他也是一个刚刚当选的 一个新科的立法委员 那柯建民是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这种资历 那不管说怎么样 从中国人的这种伦理的角度来看 你是一个后进的后辈的这个晚生 那么对于前辈 尽管说他就算有些不对的地方 你也是要尊敬 也是要多包容一点 那徐永明一开始上台 就立刻这样子炮火猛轰的 那甚至要求这个民进党 把这个总招协调的这个人选给换掉 那就让人家感觉到说有一点太过猖狂的这样一种味道 第一从政治伦理上来讲 对从政治伦理上来讲 我认为他就是有点不对了 徐永明的背景他曾经是悬运的人士 他过去最早的时候台湾早期的悬运 说叶百合他也曾经参与过 那么后来呢长崎他除了是教授之外呢 他也在媒体上面有非常经常有很多的意见出现 那换句话说呢徐永明非常清楚 他真正的力量来自媒体来自空军 那么进了之后如果他要继续维持他的影响力 他当然要形成他的议题 对于民进党来讲由于他现在已经执政了 所以当家的不闹事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那对徐永明来说他现在所代表的是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是一个小党 只有五席的实力 他如果不能制造议题 他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预期不仅仅是徐永明 包括时代力量 其他的人在表达意见的时候 也会努力的要追求在媒体上面 博版面这样的效果 首先不是问证到底问什么内容 而是我能不能今天的表现 能够博到媒体的版面 是因为他的力量来源 就来自于很多这种空军媒体的力量 所以博版面要争取议题 将会是时代力量将来问证里面 可以预期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王定宇说他几乎是在公报私仇 因为之前他其实是想通过民进党 来当民意代表的 现在后来民进党 因为有自己党内的初选机制 后来他就到了时代力量去了 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心结在里面 我认为这个难免的 因为这个时间也还相当的短暂 而且当初也把话讲得很硬 而且他在媒体上面的这种 戏剧性的这种表现 在民意上面还标类 那这样一个表现 我想总是耿耿于怀 那是不是说想以借由挑战 民进党的党团的总招 来垫高自己问证的这种威力 或者是地位 那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再持续的观察 不过基本上我认为 可能再过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 我们会觉得他只是闹剧一场而已 最近除了台立法机构里的纷纷蒸蒸之外 在台湾跟日本甚至在国际的电子界 都有一桩非常大的并购案 那就是鸿海集团跟夏浦之间的红下链 这个历经四年的红下链 可以说是一波多折 而且你刚刚本来是要签约的 突然间冒出一个新的文件 又延宕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关注台湾前首富 郭台铭的鸿海集团 计划出资7000亿日元 大约400多亿元人民币 收购日本夏浦公司的事情 这个动作被称为 是岛内最大规模的一个并购案 但是这种苦谈了四年的红下链 近日又再起波澜了原定的签约计划 是一拖再拖 红下链一拨三折 夏浦社长25号才说 决定选择鸿海的这番话 不过短短半天之后 恒生变量 鸿海单方面宣布 延后收购合约的签订 原因是鸿海在夏浦25号 临时董事会前一天 才收到列出夏浦 会有负债的相关文件 而夏浦在26号下午1点 也在东京证交所发布重大资讯 承认了这笔大约3500亿日元的账 这些货有负债包含了员工退休金 合约的违约金 还有政府补助金等款项 红海苦练夏浦四年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红海主要客户 苹果使用的面板 夏浦拥有一定市占率 双方结亲 有助于压低红海的成本 不过红海千锁万算 也难以预料下坡有个大前坑 因此这次急踩刹车 外界揣测 恐怕红海接下来必须详查 是否有更多的财务黑洞 加上一旦签约 可能需要大幅举债 红海还得细思量 负债的部分 因为这次的一个诟病 不只是说面板部门的一个诟病 而是整体连品牌 还有其他的事业单位 包含太阳能的部分 一起进入诟病 那么太阳能的亏损 这一部分也是等于是说 红海这边也必须概括承受的 外资瑞信证券估算 红海目前的现金部位 大约3010亿 夏浦总负债金额则高达 2870亿 因此红下链一旦送入洞房 红海财务风险和经营成本 势比大增 连带冲击集团股价 但如果破局 等于红海拿不到关键技术 多角化布局也是一场空 所以红海暂缓签约 可能是想重新谈判 确保在取得技术 以及控制权上 能万无一失 如果这件事情破局的话 那变成红海 它现在包括在陆主 那没必在 中国大陆这边 还会有一条 甚至两条的产线 它将来会面临到一个 可能产能已经ready 可是技术还没有完全ready 当你有一个很大的产能 可是没有技术 跟随同步上来的时候 红下链叫人物理看花 大结局再先波澜 夏普这个大前坑 到底接还是不接 红海恐怕要伤脑筋了 我们的这几天 台湾媒体呢 都在大篇幅的报道 讨论红海收购夏普的事情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头版 这个联合报的头版 还说夏普的社长 昨天专程的飞到大陆去呢 去要见这个郭台铭 后来晚上是见到 他向这个郭董表示歉意 一个企业的收购案 为什么会引发 如此高的关注度 温教授 是 这个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 红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 所以换句话说呢 红海所影响到 包括他的子公司富士康 在大陆也提供 非常大量的工作机会 跟经济上的影响力 所以红海的一举一动 当然引起很大的注目 第二个是在整个战略上面 韩国超前日报还特别指出 当中曾经韩国的三星电子 也曾经想要收购日本的夏普 简单的说 这个购病案当中 不仅仅是 红海想取得夏普的这个技术 夏普想取得 红海的益住的资金 中间还牵涉到 有关台资企业 跟这个日本之间 如果能够联手 将来对于韩国这个影响 也就是在整个电子之间的 这个竞争态势 当然就红海的算盘来说 希望红海再加上夏普 以及呢 上面给这个订单的这个苹果 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供应链 这样一个联手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因为呢 美国在这个苹果订单 也是红海最大的金主呢 所以说呢 在整个国际经济上面 引起非常大的注意 这几天包括彭博社 Bloomberg 也密切的报道了 这样的一个新闻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新闻呢 事实上 它不仅仅是一个台资企业的问题 还包括是在亚洲 超过日本跟韩国之间的 这个竞争态势 同时也是一个全球瞩目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新闻 对 这两天马上要签约了 突然间又抛出来一个说 红海收到了一份夏普的 这个新的负债 潜在情况的一个评估财报呢 是临时又喊停了 所以说这个 你就说这个夏宏链 是高桥追婚 追到深圳 郭董不爽被摆到 这个急死夏普了 现在呢 说3月7号 有可能会再签 所以郭台铭 此番收购夏普 又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 3月7号 还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变故 文教授 是日本产经新闻 今天的讲法 是说3月7号要签约 那么我相信 他们专业的依据存在 因为呢 双方所花的成本都非常大了 那么事实上 郭台铭 也就是洪海在这个之前 做了很多的动作 包括时间花下去了 还请了国际 像摩根大通这些 来进行这些评估 这中间的费用 以及媒体的形象 当然还包括了 跟韩国的产业之间 台资企业跟韩国产业之间的竞争 这些都必须考虑进去 不高兴归不高兴 但是呢 做生意还是要非常理性的 如果真的要破局的话呢 郭台铭昨天在深圳呢 就不需要接见 这个日本日方的代表了 不过呢 这个郭董仍然 把他时间拖到晚上8点 那这中间当然是表达了 一定程度的不高兴 不过从这个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 看起来来说呢 如果一个合理的预期 3月7号签约的可能性 应该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3月7号又是一个新的节点 看这个夏普链 是不是又像这个八点党一样 又会这个峰回路转 或又起新的波折 我们到时候来继续看 好 谢谢两位的分线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福多连播室 可助 好的 谢谢清零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新闻 台行政机构前秘书长 林毅氏 被控在2010年 向蒂勇公司陈启祥收费 6300万元新台币 并所汇未遂 一审认定他贪污罪名不成立 只轻判7年4个月有期徒刑 但是昨天下午 台湾高院二审宣判 出现了大逆转 法院认定林毅氏受贿 重判13年6个月 对此 林毅氏辩护律师表示 认知差距太大 会再严理上诉 牵着妻子不出法庭 2013年 台行政机构前秘书长林毅氏 被控向地勇公司负责人陈启祥 涉嫌收费6300万元新台币 所费8300万元新台币 一审法官认定他没贪污 只依公务员假借职务恐吓得利 财产来源不明两罪 判刑7年4月徒刑 而他的妻子彭爱佳 母亲沈若兰以及两个舅舅 通通都是无罪 26号高院宣判大逆转 法官认定林毅氏收贿 改判重刑 林毅氏先生 所判的散开两罪 本院定应执行行为 13年6个月 此夺公权8年 并科法金新台币1580万元 关键就在于 林毅氏在担任明代期间 滥用职权 促成陈启祥取得中联合约 并收受6300万元新台币的费用 两者有对价关系 因此构成违背职务收贿罪 改判13年6个月 并科罚金1580万元新台币 母亲沈若兰依灭证罪 判5个月定验 准于缴纳15万元新台币替代处罚 判决出炉后 林毅氏辩护律师罗炳成表示 林毅氏知道自己被加重判刑后 没有太大情绪起伏 但的确很失望 律师回应 认知差距太远 再严你上诉 只是没想到当初的一份录音档 爆出如此大贪污案 如今高院改判 加重刑期 看来官司还有得打 越南新进购买20套以色列精确制导火箭 并装备该国的暗防炮兵部队 此举是否在瞄准我国南海岛礁 另外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奉劝菲律宾在南海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他提出 大国当然不能欺凌小国 但是小国以小欺大 恐怕也是不行的 那么这番话该如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宋小军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日中方环节 据美国防护博客网站25号报道 最新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称 越南已经购买了20套以色列精确制导火箭炮 并装备了该国的暗防炮兵部队 可能用于加强该国对所占南海岛礁的防卫 报道称 越南购买的两种火箭炮系统采用GPS制导 圆盖绿误差10米 射程分别为150公里和40公里 越南方面称 这一系统主要用于攻击海上舰艇和覆盖登陆场 最新的斯德哥尔摩年舰中提到 越南近年来购买的武器包括三套以色列 Spider-S2防空导弹 俄罗斯改进型S-125博朝拉河2T导弹 以及20套以色列Extra系列精确制导火箭系统 而此次购买的Extra火箭 在部分媒体里也被称为短程弹道导弹 原因是 越南并未购买完整的以色列LR-160火箭炮 实际上 包含越南此次展示的Escular火箭弹在内 这两种火箭都是配用于LR-160火箭炮的火箭弹 根据以色列厂商提供的数据 这两种火箭可以通过各种发射装置来装载和发射 其中 Extra火箭炮可以以2-16连装的方式安装在各种地面平台上 由于采用了密封包装发射筒 这种火箭可以长期储存 维护保养费用也较低 据悉 越南购买的火箭炮系统部署在第685海防导弹与炮兵旅 该旅属于第四海军军区 该军区负责范围自称包括了南沙群岛 越南方面称这些火箭将用于保卫海岸线并击退可能的侵略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学来女士以及宋小军先生 那相关报道显示 越南新进购买的是两种型号 共20套以色列精确制导火箭炮 那据称的这一系统主要是用于攻击海上舰艇和覆盖登陆场 那就想请教一下宋先生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导弹系统 它的作战性能又如何呢 越南购买的这种主要是一种短程打击的兵器 当然它的优势在哪里 由于是以色列制造的 它的优势主要是打击的比较准确 另外这种导弹或者我们说火箭炮的也好 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规模的兵力就可以携带的 而且它的运载也好 装载也好 装船也好 甚至大型运输机装载都非常方便 所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机动打击的 忠诚的这样的一种打击兵器 这样的话越南我觉得它可能在沿海地区 它可以迅速的来调动它的对海射击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火力 那么越南购买的所谓精确制导火箭炮 会不会对我国南海岛礁构成威胁呢 我觉得越南现在买这个东西 不能对中国构成威胁 我们知道中国和越南现在关系应该说走得相对比较近 特别是他们的党中央开完全会之后 选出来了新的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之后 跟中国的发展关系走得非常非常近 至于它军方来这个通过武器更新换代 是不是把这些武器瞄准中国 我们现在不能完全下定论 因为越南跟周边的一些国家 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对峙或者摩擦的情况 另外越南的这个武装部队呢 力量确实比较强大 它武器更新换代也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就是说 它换了新的先进的武器 就是专门瞄准中国的 那也有媒体分析说了 越南目前的经济正面临困难 应该是通过获得贷款的方式购买以色列导弹的 那对于经济困难背景下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还大幅的增加军事开支和布局 吴女士你怎么看呢 首先最近一些年呢 越南一直是在啊 用比较有限的钱来为他的军队投资 很显然这是要在南海问题上的和中国要对着干 那么再有一个啊 这也是因为呢 越南其实你看我们知道从传统关系来说 尤其是两国的这个党的关系来说呢 中国和越南是有传统友谊的 所以在越南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军方如此强硬的对待中国 但是现在鹰派在越南国内占了上风 所以呢越南就展现出对于中国一个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再有我们就要问越南为什么要来购置这些先进武器吗 真的中国对他的安全构成了这样大的一个威胁吗 显然是没有的 越南这样做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去夺取南海那些丰富的油气资源 我们知道呢 在越南和中国啊 有着一些争议的海域 其实无论是油气资源 还是渔业资源 还是其他的一些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越南如果说投很多的资 他认为他有能力去抢夺这些资源之后 这些资源同样可以变成钱 那么对于越南来说 这笔钱是非常宝贵的 并且呢 我们也很知道 越南其实早就提出了一个到2020年前军队要现代化的计划 这些年他不断的购置一些新武器 也是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在2020年前实现他们一个既定的目标 那么最终如果他能够强大 他认为就可以和中国来抢夺更多的东西 尽管那些东西本来不是越南的 说到南海话题 南海岛礁的另一个声索方菲律宾 近期一直纠缠着南海仲裁案不放 菲律宾方面曾经表示 不能和中国谈判的原因是中国是大国 菲律宾是小国 当地时间25号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对此做出回应 奉劝菲律宾在南海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王毅提到说 菲律宾军机去年一年大摇大摆的进入中国 在南沙群岛领空 50多次在我们的领空晃悠 这是大国欺负小国吗 他不就是认为中国没有跑道吗 没有机场吗 他是在提醒我们要做什么 那么对于王毅外长的这番讲话 两位又如何解读呢 我觉得王毅外长的这番讲话来的实在有必要 现在菲律宾或者说其他类似的一些国家 他们做的就是一小卖小 他们的国家小 但是中国没有欺负他 可是他总觉得你就是大 你的存在似乎就是对我安全的一个威胁 而且呢 他们还会主动去做一些事 所谓先下手为强 那么会在国际上调起一些事端 会要把一些本该两个国家解决的事情 要一定要拿到国际舞台上 希望有一些域外国家呢 不分青红皂白的来搅和进来 似乎他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渔翁得利 但是这些小国呢 我有时候真的很替他们担心 因为说实话在国际政治当中 利益是最关键的 你作为一个小国 你又能够有多少去把握住大国的利益呢 我觉得王毅的讲话呢 实际上主要是利用菲律宾这个例子 来回击美国在南海军事化问题的 所谓的双重标准 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是在南海地区 唯一一个与美国有双边军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抢占我南沙群岛的地方 来进行军事化的建设 那么借助菲律宾的这样的一种无端的侵害中国主权 并把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最终来抨击美国的双重标准 而菲律宾呢 实际上也很简单 它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 它只有来抱住美国的这样一个粗腿 利用跟中国所谓的对抗 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来得到它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南海话题受到关注 同时一些域外国家也在不断的说三道四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摘木昭龙 在26号与东京举行的日印澳三国磋商结束后表示 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就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印度洋的动向交换了意见 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团结一致 迅速制定确保航行自由的规则 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称 三国认为中国的南海活动是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的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需要强烈关切 那请教吴女士了 为什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三个南海的域外国家 要把自己频频扯进南海问题里呢 日本我们来单独说说 我们很清楚 它和中国的问题是在东海 是在钓鱼岛问题上 那么日本希望做的是什么呢 希望来搅浑水 拉一些南海的国家来帮着日本在国际上说话 如果说南海的一些国家都去帮日本的话 那么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是不是显得很孤立了呢 所以日本从东海跳到南海去插手一些事 为的其实还是钓鱼岛 那么澳大利亚一样 尽管和中国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但它毕竟是美国的盟友 它如何对待中国的一个态度 最终是希望美国能够看到 如果澳大利亚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话 那么这可能是在帮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忙 那么美国就会回报澳大利亚一些东西 印度我们就更清楚了 印度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国家 它一直希望在亚洲做到最大 做到最强 但是最近一些年呢 其实它的确这个愿望呢 没有实现 因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 在国际上的地位 还是军事实力 都不是印度马上能够实现的 所以它同样也是打起了小算盘 那么就给中国添一些麻烦 一来呢 是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孤立 再有一个呢 它希望用这些事 也是拖住中国发展的一个后腿 这样的话 印度的强国梦就可以实现了 那宋先生我们也发现 事实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对南海的关注 并非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新的动向了 那么从具体上来看 这三国对于南海的关注度和关注点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印日澳呢 他们之间的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最主要还是出于美国来牵头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美国在2016才年的国防预算法案当中 专门有一个南海倡议 其中对这个三国家都有相关的这个防务合作需求 但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呢 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他们是美国的这个应该是同盟国 他们跟美国都签署有双边的军事条约 也就是别人打美国 他们可以打别人 但是印度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条约 所以他们在南海问题上是有差别的 那么印度和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差别 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协助美国进驻南海 甚至是在南海搅局也好 是在南海行使美国的霸权也好 他们的这个辅助作用是比较接近的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 要求叙利亚冲突各方在大马士革当地时间27号零点全面停火 日常在各国干预下已经持续了五年的内战 能否就此画上句号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宋小军为您再来深度主席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一致通过了要求叙利亚冲突各方 按期停火的协议 叙利亚反对派高级别谈判委员会当天宣布 近百个反对派武装接受停火 但是在27号停火协议生效后的几分钟内 叙利亚北部城市仍然遭到炮击 而美俄两国则是在叙利亚现任总统 是否应该下台的问题上再度打起了口水战 联合国安理会26号一致通过决议 对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 愿意接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表示欢迎 要求去各方履行承诺 在大马市隔时间27号零时开始停止敌对行动 同时决议还敦促国际社会确保停火实施 呼吁叙利亚冲突各方 在联合国支持下尽快重启和谈 并派代表真诚参与谈判 为叙利亚达成长期停火提供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当天说 暂时终止的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计划在3月7号重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6号晚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欢迎安理会当天通过的决议 声明说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叙利亚实现真正改变 减少叙利亚人民的痛苦 创造空间与信任 使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 能够重启叙利亚各方政治谈判 并根据日内瓦公报精神 确定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 26号 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叙利亚反对派 高级谈判委员会宣布 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 同意接受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 并由高级谈判委员会 负责监督和协调停火协议的执行 同时警告叙利亚政府 不要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 继续针对反对派的敌对行动 另据与叙利亚政府关系紧密的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7号报道 就在叙利亚冲突各方停火协议生效后的几分钟内 北部城市阿拉伯政府控制区 急遭迫击套袭击 伤亡情况不明 报道称 袭击系支持阵线所为 该组织头目阿布朱拉尼此前表示 该组织不接手停火 其下属武装将继续进攻续政府军 叙利亚内战自2011年3月爆发后 在多国干预下已经持续近5年 美国方面曾多次表示 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下台 是结束续内战或续各派达成政治和解的前提 2月25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对外界重申 只要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不下台 那么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展开反恐行动 对此 额外长拉夫罗夫在2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相关言论 完全违反了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签署的有关的 不为恐怖主义进行开脱的文件 美方上述言论是在利用反恐问题投机 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 那叙利亚内战自2011年3月爆发之后 在多国干预下已经持续了近5年的时间了 据联合国统计显示 连年的战乱已经导致叙利亚超过25万人丧生 100多万人受伤 那么吴女士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份停火协议呢 她的达成对于叙利亚目前的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很多方面都希望叙利亚能够尽快停火 毕竟你刚才给出的一些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 但是说穿了最终还是俄美两个大国在叙利亚 他们的博弈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才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这个停火的协议 很清楚美国呢一来 他最大的想法是让巴刹尔下台 但是同时他也有什么呢 维护地区盟友利益 还有打击恐怖主义的这个愿望在这里 这也是客观存在的 而俄罗斯他首先是要什么呢 是要到中东去显示自己的力量 是要证明自己在中东还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同时他也是希望叙利亚的事情 能够摆脱乌克兰问题 带给他的在国际上的这种孤立 目前来看美国和俄罗斯 其实各自的愿望都达到了一定的实现 所以呢他们也考虑到 伊斯兰国的确是非常难以战胜的一个敌人 眼下需要集中力量对付的不是巴刹尔 而是伊斯兰国等这样极端的恐怖组织 所以最终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达到了一个平衡 才有了这份停火协议 那么目前来看呢 有了这份停火协议当然是好事 它可以啊让各派能够冷静一些 放下武器做到谈判桌前 我们来政治解决问题 但是仅有这份协议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就这份协议来说呢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小小的漏洞 比方说他并没有具体说如何来监督停火 那么如果有一方没有停火 会怎么样去惩罚他 这个都没有考虑在里面 可见在实施的层面上会有一些遗憾 因此我认为停火协议签了是第一步 能够让大家开始政治解决的一个途径 但是下面的条路同样还是经济密布 据报道本月23号 叙利亚政府是最早宣布 接受美俄促成的停火协议的 另外陆续有近百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同意接受停火协议 那么请问叙利亚反对派都有谁呢 那另外在同恐怖组织交火仍在继续的情况下 您分析这份停火协议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吗 我觉得这个叙利亚反对派呢 是非常复杂 现在接受这个停火协议呢 包括这个叙利亚自由军 以及一些相对温和的这个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 那么大概有97个 但是这些武装的并不确定它的人员 而且作战能力相对也比较差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 现在被美国也包括联合国都定为恐怖组织的 这样的一支武装叫做支持阵线 支持阵线呢 最早是在2011年由一些外籍武装组成的 他们现在在整个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当中是最能达的 而且他们占据了大量的这个叙利亚的重要的这个据点 同时他们的这个民间工作做得非常好 有一些既反对阿萨德又支持他们观点的人 现在不断的从温和派的武装流向他们的部队 或者说在这个中间地段是很难以分清的 他们这个组织现在并没有接受停火协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或者说叙利亚政府军对这些人打击的时候 很可能引起叙利亚整个的这个参与谈判的反对派的反弹 这样的话这个停火协议就比较难执行 当然美国现在有另外一套 也就是说在23号克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B计划 但是他并没有公布B计划的内容 但是外界猜测这个B计划就是由美国亲自出兵 带领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来保护温和派的叙利亚武装 同时把他们跟所谓的支持阵线分割开来 这样使得叙利亚的温和派的武装 也就是逊尼派的武装能够保存实力 将来在谈判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最终在叙利亚的整个的政治进程当中 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否则的话 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这次停火协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停火协议 各方力量的角逐现在最弱的一方 恰恰就看美国支持不支持 如果美国支持 沙特和阿拉伯和土耳其都会同步跟进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美国华盛顿州警方2月26号说 当天上午华盛顿州梅森县贝尔菲尔区区 一名男子拨打报警电话 自称在家中开枪打死了四人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警方闻讯后赶到现场 与该男子沟通三个小时未果 男子走出房屋后 在警方面前自杀身亡 警方随后在屋内的不同地点 发现了另外的四具尸体 死者的身份目前还在确认当中 美国社会枪击暴力案件频频发生 控枪话题不断被提及 但是一直都充满争议和分歧 出于无解状态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美国埃奥瓦州众议院 在本周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 允许州内所有年龄段的儿童 可以持枪 这似乎是和控枪精神 更加的背道而驰 尽管美国各州法规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大部分的州 在管制枪支上都是比较宽松的 看来美国社会的控枪话题 将继续无解下去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 据日本总务省26号公布的数据 2015年日本总人口是1.2711亿 较五年前减少了94.7万 减少率为0.7% 这是日本1920年开展该项统计以来 首次出现人口减少 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严重 1975年开始 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一路走低 2015年调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日本总务省分析说 虽然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口 是呈增长态势 但是远远无法弥补 自然减少人口的缺口 据调查 日本晚婚晚育及不婚率上升 加上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过大 而日本的经济却仍然处于低迷的状态 这是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主要根源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英国每日邮报2月25号报道 有飞天屁股之称的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将于下个月试飞 这是这个飞艇在四个引擎安装好以后的首次试飞 报道说 这个飞艇长约是93米 宽约44米 高约26米 比当前最大的客机空客A380还要大 后者只有73米 报道称 该飞艇具体的试飞日期还没有宣布 不过试飞距离的半径为112公里 如果试飞成功了 基于此模型的飞行器将会投入生产 飞天屁股这个名称也真的是霸气侧漏啊 别看它憨憨的外形 却有人将它视为是空中飞行器的未来 因为相比传统的飞机 据说它产生的污染更少 对地面造成的噪音更小 还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和降落 而不需要长长的滑行跑道 目前这款飞艇也已经开始提供商业服务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物 进入2016年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如意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